為了要來迎接到快樂的李董節和學活節的來教 當初一間飯店業者 最后邀請到林立福豪山國秀 50位的學長作為來參加到 塗鴉環保巨蛋的活動 共同來創作出館兩比 看1.6米的增加技術 來提供全部教育要給提供 就過一個有意義的李董節 最后當初一間飯店業者 古板的翻轉新生塗鴉蛋的活動 跟醫生不一樣的移動節 這次邀請到林立福豪山國秀 今年結合50位的學長 作為塗鴉環保巨蛋的活動 共同創作出館兩比 看1.6米的總體技術 提供環保教育 小朋友我們也希望 他們有一點點小小的教育意義 所以我們把環保這個議題結合進來 那因為復活節嘛 我們知道彩蛋 它最主要在宗教意義上 它是有一個重生的意義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顆彩蛋裡頭 讓小朋友畫了一個 所謂他們心目中的地球 那地球原始的模樣應該長成怎麼樣 所以現在看到的彩蛋畫面 都是小朋友心裡在想像的一個地球的畫面 可能是有很原始的毛毛蔥 還有一個蝴蝶 還有蜻蜓 就是希望呢我們的這顆地球呢 是一個完美 是一個重生的一個誕生 我現在是在畫變色龍 那為什麼想要畫變色龍 因為變色龍可以變來變去 我希望可以恢復森林 以前那個 以前美麗的樣子 房長有此表示 塗鴉蛋完成後 會依照幸福 希望中心 電視在 房長大廳 先為民眾打開的地點 讓人和民眾 可以藉由塗鴉彩蛋 中心地球環保 繼續陳家森 人口採訪報道